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57年来持续举办不断电的爱迪生自然科学研习营又来了 这个由台电、旧国团及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暑期营队 集合全国高中职树里自由生 在四天的营队中学习科学知识,也学习人际相处 当代许多产学界的名人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参与 因此被誉为国内科学人才的摇篮 从民国49年开始,57年来持续举办不断电的爱迪生自然科学研习营又来了 由台电与旧国团主办清华大学纯办的爱迪生研习营 前年开始增加为两个梯次 今年共有305位数理自由生参加 7月9号下午,第二梯次营队在清华大学揭开序幕 在整个的四天三夜的活动里面 我想清大的我们的教授给各位安排的非常丰富的课程 包括当然有些辩论技术 包括大数据、物联网、包括医学科技 包括有难以科学等等 非常丰富的课程 我相信各位在四天三夜活动里面 一定透过我们的学长、我们的辅导老师的一些学路 可以大家互相的切割、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研究 四天三夜的研习会中 由台电高阶电力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协同授课 除了安排校园巡礼、参观便电所、科学园区 另外规划实验课程一直竞赛 带领学院深入浅出了解电力技术 生意性科技发展 以及绿色能源科技、大数据等等议题 你们将来也是可能我们社会各界领导精英 所以你们今天来的不只是专业的知识 你们还要学习除了IQ之外 还要学习EQ 所以这个团体怎么互相的大家学习 彼此的相处、人际的沟通 甚至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领导 怎么领导、怎么被领导 这个是你们将来除了做一个好的科学家之外 也可能你们将来要负担我们国家社会很多领导的责任 爱迪生严锡英被誉为国内科学人才的摇篮 许多产学界名人都曾经参加 包含宏基创办人石正荣先生 清大前校长陈立俊先生 树立精英齐聚一堂 齐续学员们在学习科学知识之余 也磨练人际相处、领导才能 未来秉持爱迪生的科学精神 为社会贡献一己之力 台电公司新出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